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 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 哥哥妹妹有意思 你说你犯了不该爱的人 你的心中满是伤痕 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 心中满是悔恨 你说你犯了生活的苦 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 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 你又何苦以忘情深 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 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度 又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 在每一个梦醒时分 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 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 你又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 你的心中满是伤痕 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 心中满是悔恨 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 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 在每一个梦醒时分 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 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 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 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 你又何苦以忘情深 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 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度 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 在每一个梦醒时分 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 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 情绪好满 情绪好满的一开场 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 哥哥妹妹有意思 我是玛丽 讲八卦真的是很抒压一件事情 应该说听八卦 真的是很抒压一件事情 我是马克 来自于陈淑华的梦醒时分 最近人生遇到一些新课题 有人要朝你丢大便的时候 你要怎么面对那一摊大便 我们常跟听众说 你知道那个东西很烂 像屎一样臭 就不能随之起舞 你就不要玩大便 可是当那个疯子一直对你丢大便的时候 你又该怎么办呢 对啊 就真的好麻烦啊 就是我以前不就玩了 可是你一直要把那个东西堆过来 说你玩嘛 你玩嘛 你玩 你拜托拜托 你跟我不要大便玩 唉 麻烦 真的很麻烦 愿所有在职场打拼的大家 你们都会遇到 好人 对 好人 好人 在我心里跳出了 拥抱你 特别的爱 给特别的你 我自己 我逃不过你的眼睛 特别的爱 给特别的你 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 没有承诺 却没能抓得更紧 没有了你 我的世界余下个不提 我付出一生的世界 想要忘记你 但是回忆回忆回忆 从我心里跳出来 拥抱你 拥抱你 特别的爱 给特别的你 我更亲爱 逃不过你的眼睛 特别的爱 给特别的你 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 特别的爱 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 我还不能接受分离 就是永远 给特别的爱 给特别的你 我的寂寞 你跟我们是差不多年纪的话 这些应该都是狼狼上口的作品 武思凯特别的爱 给特别的你 特别厉害 给特别的你 今天因为没有call in 没有办法听到大家的青春故事 给大家一些特别有用的讯息 这个特别有用的讯息是 你每天有没有在使用LINE呢 有 你现在的LINE未读讯息有几个 零 你全部都读完 你只要有红点来都会读 真的假的 对啊 为什么不点开 但是你不一定会马上回啊 嗯 就是这样也可以逼迫自己 就是你要赶快回啊 你不要拖太久 那点点就会在那边 那你如果没有当下回的话 你会提醒自己什么时候要回掉吗 因为他那个LINE未误息 不是会从上面会浮现吗 所以我会一直开那个看说 我还有什么没回啊 哦 那你会把没回的譬如说定选吗 定在上面 不会不会不会 定选那个太高招了 我不太会玩 因为其实有时候呢 现在在回讯息的时候有点麻烦 譬如说我知道你是中午以后才开机的人 可是我如果在半夜或是 你以后传给我不用怕啊 真的吗 因为我都是误饶模式 我根本就听不到 哦那我以后是直接传了 嗯 好好 我现在也是误饶模式 所以人家传给我 我基本上是完全是不会收到声音的 我是整天24小时都是误饶模式 No 所以我在 请问我真的要找你该怎么办 你要找我的话就打电话给我 没有没有就打电话 没有要连打两次你才会通 你知道吗 因为你是误饶模式 误饶模式第一次不会通啊 不会 真的假的 就是他好像会 就是静音 就是他会侦测到这个人 一直来电 才会觉得他必须要让你听到 哦 对啊你就打电话给我 不然的话我真的是不会知道 请问实用的技巧 难道是要分享丁选吗 丁选是我现在自己想到一个方式 因为有时候我看到了以后发现 这个要回 可是对方可能在休息 我可能在晚上的时候才处理嘛 对方下班了 所以我就会想说 可是我如果放着的话 我这个人肯定是会忘记的 所以我要把他丁选到上面 我就会知道说丁选就是提醒我 我还没有回的东西 不是我未来要回的东西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实用技能呢 是有些人是不想要被开已毒 所以他就会完全让那个红点点一直在那边不断的累积 就是人家找他 他想说我点开了就代表 我看到了 我要回复了 那我不要回复 我就让那个红点累积 你知道LINE累积可以累积到多少吗 那个红点 一万 以前我们看可能会是什么9999加 有没有 我看到了这一个 你要不要看一下 这个很夸张耶 各十百千万十万百万 211万 他在什么色情群组吧 讯息量那么多 这个很扯 因为原本的红点点只会在右上角 他的红已经变成一个bar 完全遮住 2110911 对啊 请问你还要这个LINE吗 他真的是不知道上线可以到多少 你不会想要测试这个吧 可是没有这么多人转讯息给我 那请问实用的方法是 实用的方法是你知道吗 其实可以一键让所有的红点全部消除 怎么呢 呃你只要去这个右上方三键当中的第一个键 就是有一个三条线的那个 然后就会出现一个全部已读的选项 哦 然后你就去按那个聊天室 可能他们都有很多红点点 就按按按按按按全部已读 可是我觉得有的人像我一样就是不喜欢有红点点 但有的人我觉得是以累积红点点为乐 他可能他那是他精心累积的成果 岂能让你一键消除 我不觉得 这个好恐怖 你看他其他哦 他的Facebook没有红点 他的Instagram没有红点 他的Messenger只有一个红点 然后他的WeChat是三个 他就只有LINE 为什么啊 但是像我的朋友也是那种讯息超多 然后就是每次跟他借手机 比如说我要互传照片给自己的时候发现 你前面未读的红点那么多 那你是怎么老是有办法发现我传讯息给你 然后好像就是设就是 就是你说的第一弦置顶 你就会一直跑出来 你是挚友所以我永远都看得到 讲这句话我就开心 你会想何方 放开你的手才了解 什么叫迷惑 从来就没难过 因为有你在我身后 你总是轻声地说 黑夜有我 你总是默默承受 这样的我 无感原谅 现在为了什么 不再看我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你为什么不说过 我总是你冰冷的手 等也不懂 让我好难过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你为什么不说过 我总是你最疼爱的人 你为什么不说过 我真的和你她说过 我怎么不说过 我不会不说我 一招 你最疼爱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是什么意思吧? 因为不是嘛 你一定要这样嘛 一箭穿行 就是说出来嘛 拍月云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歡迎你追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玛丽 嗨 我是马克 之前呢在做帅哥世界杯嘛 然后就发现 天哪 这个后来变成了韩国偶像 之战 之战 对 就是韩国偶像一直不断的进榜来 当然呢就也有一些中国偶像 中国新生代的帅气奶油小生 笑战 你却还记得名字啊 因为那个名字太妙了 我记得是宋威龙 威龙闯天关 宋威龙 外国的投票网站呢 King Choice 每年都会邀请网友 选出最帅最美的偶像 这一次呢他们邀请2400万位网友 真的假的 好多喔 这个很灌水欸 他们就有这么多票 投出他们心目中最帅的K-pop男偶像 好这个K-pop男偶像呢 获得了大洗牌 去年的冠军是BTS的Jean 这一次变成亚军 然后 之前有进到我们帅哥世界杯的车营优 从第六名调到第九名 最让我好奇的则是 老人Super Junior竟然进榜 而且拿到非常好的名次 神童吗 我不许你这样子乱说 不要逗乐我 那里面的应该进去的就是史源吧 欸对 不止史源 比史源人气更高的 不止史源 是 Super Junior 呃 櫃台美少女要冲进来杀你喔 你竟然不记得我 Super Junior天团的名字 立序嘛 史源 神童 龟贤 我干嘛 我又不是他们粉丝 我怎么可能被人出来全部 还有一些 好像好笑的怎么想不起来啊 水 东海跟银鹤吗 哦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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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还组成一个DNA啊 东海和银鹤 东海拿到了第一名 天啊 信辞到 為什麼他有什麼作品突然到歐美去了嗎 不知道 他有什麼韓眾被看到嗎 不知道 東海拿了第一名 然後史源拿了第三名 前三名Super Junior包二耶 對啊 太強了吧 怎麼怎麼重新打到這個這個榜 跟這個投票群當中的 第一名是東海嘛 然後第二名是去年的第一名Jean 然後接著下來第三名是史源 第四名是Shiny的明豪 第五名是June Cook 第六名T.O.P 七名V 第八名世勳 第九名是車營優 第十名是助岩 那... 助岩 對 有時候岩助啊 對對對 在這些他們選的這個照片看起來 當然每個都很帥 可是都還是會有 各位進到這個榜 本身就是已經是佼佼者 對對對 可是還是會有一些偏好 嗯 譬如說像T.O.P的臉就是比較有 冷角 剛毅 看起來比較兇的 這一種帥呢 我就會比較害怕 閩豪那種是可愛型的啊 QQ彈彈的啊 閩豪他應該用了一張非常遠 然後在一個藍色的 這在這什麼 吳仲強在拍什麼 萊克的那個電影啊 不是 廣告 棚內夾景 對啊 然後用一個這麼遠的 看不太清楚 我記得他是走親民可 小可愛路線 那始源用的是這張 憂鬱的白毛衣 始源用的是什麼 林志穎的 錄音帶的封面造型啊 而且始源的鼻子真的是太 我推歌 曾俗琴一個人油油蕩蕩 那照片選的真的是不OK啊 曲名更多 世界是遠的 我想我們會再見面 而心情是粉碎的 也許這才是最完美的結局 今晚 讓我們彼此淪靜的說聲珍重 再见 就想 庆祝我们曾经轰轰烈烈 爱过的每一天 今晚 让我们断了可恨的争吵 和不停的抱歉 留下一个吻 或许一个拥抱 让这段感情停在 这最温柔的一天 我不想继续哭哭啼啼 说我多么委屈 我开始怀疑自己 多少事事无能为力 我不想借着 迷迷麻麻悲伤的日记 继续欺骗着 安抚着自己 我不想梦到 已经感情已经被谁代替 在今有朋友口中 传来背叛的下心 我不愿这段情分 走到最后无法呼吸 念一声问候 连一点相信 不觉得痛心 都感到多余 都感到多余 不愿这段情分 也许这才是最完美的结局 今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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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彼此冷静地说声珍珠 再见 就像 庆祝我们曾经轰轰烈烈爱过的每一天 今晚 让我们断了 让我们断了可恨的争吵和不停的抱歉 等下一个温暖 或许一个永远 伏着自己 我不想等到 已经感情已经被谁代替 在今有朋友口中传来背叛的消息 我不愿这段情分走到最后无法呼吸 连一声问候 连一点相信 都觉得痛心 别让我恨你 我不想继续哭哭哭哭 说我多么委屈 我开始怀疑自己多少事事无能为力 我不想接着密密麻麻悲伤的日记 继续欺骗着 安抚着自己 我不想等到 一天感情已经被谁代替 在今有朋友口中传来背叛的消息 我不愿这段情分走到最后无法呼吸 连一声问候 连一点相信 都觉得 讨喜 别让我恨你 陈结义的别让我恨你 以前的华语歌曲真的是歌词感觉就是苦情非常多 琼瑶味比较浓 你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 你为什么不说你爱我我恨你 情感浓烈 对 来听听动力虎车无情的情书 说了是无情 写了更无情 都做无情 都做无情人何必再写信 既然已无情 既然已无情 何苦再用心 一封信就轻易把过去写成幻影 我站在屋底 我站在屋底 泪痕霓虹 你蒙了眼睛 誓言欺骗了 吹痛了 相信 我的心谁能说给谁听 不爱的 不爱的 亲爱的 可爱的 痴爱的 永远无悔 不爱的 错爱的 尘爱的 伤爱的 永远无情 我为你蹉跎一辈子 你给我小杀几个字 不爱的 亲爱的 可爱的 痴爱的 永远无悔 不爱的 不爱的 错爱的 尘爱的 尘爱的 永远无情 你简单 几出 几个字 却要我收下 无尽的 无声的 哭 沈黄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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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 无座无情人何必再写信 既然已无心何苦再用心 一封信就轻易把过去写成花印 我站在屋顶泪和霓虹 迷蒙了眼睛 誓言欺骗了吹痛的响心 我的心碎的说给谁听 不爱的 亲爱的 可爱的 只爱的 永远无悔 不爱的 错爱的 尘埃的 伤害的 永远无情 我为你做多一辈子 你给我潇洒几个字 不爱的 亲爱的 可爱的 只爱的 永远无悔 不爱的 错爱的 尘埃的 伤害的 永远无情 你简单几出几个字 却要我收下 无尽的 无声的 哭 我可以说你做多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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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吹着风 湿着泪 一个人好累 夜太黑 天太灰 风景都酥醉 整颗心都已经破碎 试图拼走归位 你也曾经是我的 最近的一位 不拒财 不保留 也从不放弃 这结局或许太吊诡 觉得自己可悲 不懂该如何去面对 谁错谁对 该相信谁 觉得自己太惹太惭愧 让我独自安静去赏会 或许的案子结尾 或许奇迹会反馈 或许时间都把一切撞碎 你不懂我的世界崩溃 你不懂我的心意追悔 明明跟随 无远无回 却被你掏空以后再往舍退 你不懂我的世界崩溃 你不懂我的心意追悔 安静着腿 忍住眼泪 深海里发现我已经枯萎 不再是完美 吹着风 湿着泪 一个人好累 夜太黑 天太灰 风景都酥醉 整颗心都已经破碎 石头冰头归位 你也曾经是我的最近的依偎 不去猜 不保留 也从不方位 这结局或许太吊诡 觉得自己可悲 不懂该如何去面对 谁错谁对该相信谁 觉得自己太傻太惭愧 让我独自安静去赏会 或许的案子结尾 或许奇迹会反馈 或许时间都把一切撞碎 你不懂我的世界崩溃 你不懂我的心已坠毁 拼命跟随 无怨无悔 却被你瞪孔以后再往下退 你不懂我的世界崩溃 你不懂我的心已坠毁 安静却又退 忍住眼泪 真怕你发现我已经枯萎 不再是完美 不说后悔 至少你曾是我的依赖 我的方位 你不懂我的世界崩溃 你不懂我的心已坠毁 拼命跟随 无怨无悔 却被你操控以后再往下退 你不懂我的世界崩溃 你不懂我的心已坠毁 安静却退 忍住眼泪 真怕你发现我已经枯萎 不再是完美 就像谁是谁一配 总会有大个结尾 想慢慢然后却能后悔 故事会有结尾 雨漏慢慢搁起 让只想慢慢不信 冲淡一切 某人回首转身道别 不如微笑的说声再见 带上谁多欠谁 呼吸某一切某个地址 偶然为你向前 让彼此冷静一点 让云潭会飞烟 也祝福你在前方的岸路 一样总会耀眼 嗯 再见也 珍重再见 欢迎接触我来 菲迪联波网的哥哥妹妹 有意思 我是玛丽 嗨 我是马克 来听听Aline的聊聊天 演唱歌 艺 不见 黑时过境迁 早忘了那痛过的感觉 留在心上的 都是美好的光面 如今还能和你聊聊天 小胆当时过不去的劫 飞快的时间 当忘了一切 已无所谓 如今还能和你聊聊天 这缘分 很感谢 重逢的连接 三天各自体会 人满我了幸福 收藏了泪水 为了承受收藏了离别 总就真的转捏 彼此闭陷 多少年 如今还能和你聊聊天 小胆当时过不去的劫 飞快的时间 飞快的时间 当忘了一切 已无所谓 啊 如今还能和你聊聊天 这缘分 很感谢 重逢的连接 祝福更加珍贵 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要跟大家说声再见啦 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 来听听傻白 你终究不爱这世界 拜拜 就算不爱 也要知道 你是很棒的 You're awesome 我想我们是一样的 而你 面无表情的承认 那些令人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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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你记着参战 就别说了 是的 我也只是个过客 不留痕迹的 在希望的尾声 看见你信仰黑暗的前程 谎言搭上了昨天 现实躲不开成千 直到生活上死了一切 你也不再沉满 开始习惯明天 你终究不爱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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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了佛山 Zither Harp 终究生成残破的脸 成得生一点点可怜 我们都一点点可怜 终究与自己脱了解 终究生成残破的脸 成得生一点点可怜 我们都一点点可怜 终究与自己脱了解 终究生成残破的脸 成得生一点点可怜 我们都一点点可怜 终究与自己脱了解 终究生成残破的脸 成得生一点点可怜 终究生成残破的脸